Hello,我是卡罗斯,星期六我发布了,而因为我唱的《小小九一回》的粤语版 这个歌曲当年非常非常的火,所以我把它拿来填词 怎么样填我还没有介绍,上一次视频我再跟你分析这个词是怎么样填出来的 我今天先跟你谈一谈,这一次的录音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每一次完成录音之后,都有朋友问我,包括我的学生,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卡罗斯,你怎么样把这个伴奏弄到手,你做这个改编,为什么你有这个歌曲的伴奏的 只是很多伴奏,现在是有的卖的,你可以买回来,你也可以自己弹琴做出来 但是当年用,现成的比较好了,假如他原来就有伴奏 我把我的粤语词唱上去原来的伴奏,很简单,但是通常你发觉都有一个问题 好像之前我做的新鸣鸣蝴蝶木,它里面是有女生的伴奏,没问题啊 有伴奏,不是更好吗?我告诉你这是不成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原来的伴奏的女生和尚是用普通话唱的 而我改变的是粤语,所以你把粤语在普通话的和尚上面唱,那个情况很怪异的 我让你看看我新鸣吴连峰的专案,我先让你听听我的身体是这样的 而这个是我的伴奏 我告诉你这个伴奏不是下两手脚的 什么下两手脚?我是把它原来的女生的换唱都拿走了 而我让耳音再唱一个这样的在上面 把它们换起来就变成这样了 现在我就要聊一个粤语和声的一个伴奏了 我再把我的声音放上去 原来我的婚姻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曾经将我这个做法解说给别人听 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把原来的原来的和尚拿走的 今天我来会你做一个示范好吗? 这个示范就是我星期六制作这个《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做的 但是一起看一看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太平衡了 就做了一个问题 很影响说这个蛮盛的舞台唱的 而我现在在用的软件叫做IsoTalk 是个很历史悠久的人间 因为现在已经是八点零了 现在我在用它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Music Rebalance 意思是把音乐上的每一个部分重新平衡 比方这个人声见多少 贝斯见多少 价值股见多少 现在我特别是把人声调到零 那就是我不要人声 然后就做宣言 之后你会发觉 那个人声不见了 那对吧 明显见到这个波形小了一点了 我们听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科技啊 十多二十年前 我们是不敢想象 可以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们要这个伴奏 是把这个左边 右边的声道互捡了 才能得出一个不怎么好的伴奏 可是现在一个软件就搞定了 好了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男声和唱团 退走了 我要把 你要很小心的把 有人声和没有人声的 并排放在一起 一点也不能错的 好了 现在你比较一下 这里跟这里是明显 没有人声的 比方你听这个原来的音乐 但是你听这一个 好了 现在我要做的是开一条 Harmony的声轨 而我重新唱过这个 粤鱼的合唱团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带起我的耳机的 应该不打开杨兴奇 因为杨兴奇的声音会 回馈着我的麦克风 现在我是示范给你们看 哈喽哈喽 哈喽 现在我先把这个副歌唱一遍男声 我是要听着它原来的男声一起唱的 就是用这种方法,一层一层地上去 调到他的声量,刚好成为和声 这样子,这个和声就慢慢的成型了 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再唱多几遍,慢慢跌上去 就变成了这样了 这个唱和声不用唱得太紧的 因为只要把阿音的声音加上去,那就没问题了 但要是这样,还要休息一下 那好吧,我今天把这个拿走原来的和声 再重新录迹这个和声的秘密的告诉你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请你关注点赞,请转发,再见